选秀行情一度压过东气旗 却因为伤病被快传队一 判定为不适合打球 他是小麦克尔波特 他的伤病到底有多严重 2018年小波特突遭腰间盘突出 为了治疗腰间盘 小波特做过两次背部手术 医学专家说 小波特的背伤已经伤到了神经 这会让他的腿失去足够的力量 在选秀大会开始前 各支球队都会派出队一 对潜在的乐透秀进行评估 而快传队一给小波特的意见则是 他已经不适合打篮球 因为伤病 小波特只打了三场大学比赛 就参加了M比选秀 他也直接从前三的行情 滑落至乐透边缘 然而健康的小波特 绝对有着相当恐怖的身体天赋 小波特的裸足身高达到了2米07 臂展达到了2米14 体脂率仅为6.2% 原地弹跳82公分 猪跑弹跳达到了94公分 猪跑摸高为3米7 当时给到小波特的选秀模板 是凯文杜兰特和保博乔治 高中时期 小波特几乎就是迈迪的翻版 他的投篮无法防守 他在高40的三分命中率高达47% 在还没受伤前 小波特是状元秀的最大热门 就连冬季棋都被他力压 他带领的内森黑尔高中 打出过不败赛季 他还直接帮助一支 三胜十八负的球队 打到29胜零负 因为被伤小波特失去了部分运动能力和核心力量 但是他在NBA依然打出了19加7的数据 决金也为此奉上了一份两亿大合同 在波特和穆雷身上可以看到决金的耐心 他们不会因为伤病轻易否定一位球员 就像他们没有因为天赋 否定约基琴一样 和拥有超距巴特勒的热火相比 决金才是真正的平民球队 他们没有大牌加入 他们只是默默培养自己的球员 这才是NBA的正确打开方式